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3赛段呢会更加的激烈 只会产生10位 晋级的 10位 那我走 谁说呢 10位太少了 非常的珍贵 非常的稀有 第3赛段呢就是20位选手将会分成上位区和下位区 同区的选手组成5队 一为一的对决 大家可以通过桌上的pad 输入对手的名字 如果达成互选 那么你们两个灯会是一样的颜色 就是连连看 你连看了一个就拉出 对很快了 后面就快了 但是是没想到是 两两按匹配 匹配成功了之后才去比 这还是挺好玩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很新奇 反而还让我挺兴奋 上位区的选手 对决成功的 就将直接晋级到半决赛 哎呦在半决赛 哈哈哈哈 好消息是 就算输了也不会被淘汰 晋决赛 哈哈哈哈 那没 那没我没什么事了 下半决是观众 输的选手也不会被淘汰 而是全部待定 下位区的五队选手 只有获胜的 他们将和上位区 输掉的五位选手 再打一场 获胜的 也可以晋级半决赛 而下位区如果失败了 就将当场离开 这一季的偷秀大会 不知道咋想的 但是挺科学 不给人任何 钻空子的机会 我们相当于两条命嘛 我至少还有一次 哪怕失败了 再重新再来的机会 但是 如果你第一场输了的话 其实你在 再打第二场的时候 心里其实是 是粘列式 比赛会特别激烈和好看 因为全都是特别强的人 有人要退赛吗 诚哥 走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走呀 不迷走 这可是总编辑 你礼貌吗 徐志胜 我就喂一下 喂一下 我会不走吗 我会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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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我会不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